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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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先提醒一下 大家之前记得 帮忙免费订阅我们双方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言NHK 和 科生知那边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我们开始一趟 谈谈 虽然是虽然的 我认为我们军武器的网友都熟悉 但亦有很多网友都听过 大家经常说 量子年代 量子什么东西 我肯定用一个比较的形式来说 首先要弄清楚 传统雷达和量子雷达的分别在哪里 有了这些比较 你才知道 如果有的优势在哪里 现在未有国家能弄出量子雷达 因为我们有那种量子的形式 但是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实用的概念 在现实上变成一个雷达呢? 那就研发中 传统雷达的原理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我射一些东西出去 量度反弹的信号 我知道那里有东西还是没有东西 最简单的是大自然的雷达 一个蝙蝠 它怎样知道旁边有墙墙 它就是用超声波 用它的升纳雷达 基本上一只蝙蝠本身是一个天生具备 一个升纳雷达的生物 它就靠那个信号的反弹来知道前面有东西还是没有东西 你在潜艇那里也是的 你这个升纳知道海里有东西还是没有东西 一样是这样 其实基本上是倚仗着你发送一些东西出去 然后你去确认 由你发送去之出去的信号 反弹回来的性质是怎样的 你就知道前面有还是没有 那么雷达基本原理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需要去全方位去周围去发射一些东西 你看一下周围有什么反弹回来 于是乎你要规避这些这样的雷达的政策 你就尽量减低你的反射 你不要让一些东西反射回去 一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图料 就将它放过来的那种用来搜索的信号去吸收 那譬如你一般那些微波的雷达 那你如果那个隐形战机的外面的图料 它是对于去吸收这些微波信号是很有效的 又或者它这个隐形战机外面的设计 是令到你那个反射是极少能够沿路去反射回去雷达方向的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反射信号很低 甚至乎是在雷达上也找不到你的存在 或者你的信号低到一个地步就是 你和周围的杂信 即是那些噪音的背景已经是差不多 于是乎你的雷达就算收到也分不出 你究竟是属于噪音 还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在飞来的襲击物 好了,量子雷达其实它的原理差不多 但是就多了少少东西 废话说就多了量子那样东西 问题就好了 究竟多了那样是什么呢? 就是我放出它那个搜索的信号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信号 而是我是用一个一开始 已经是一对孖生兄弟糾纏了的信号 这对孖生兄弟在他一出生的时候 即是说这一对量子信号 在他一产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建立了一个纏结的关系 那种纏结的关系 不妨我尽量避开用一些很复杂的物理语言 就好像一个懂得心灵感应的孖生兄弟一样 你将一个送出去 去负责看看周围有没有东西 另外一个我就保留住 先存在 好了,到你外面的孖生兄弟其中一个 外面是撞到一些东西 或者没有撞到一些东西 然后同一时间 如果万一撞到一些东西 他撞到一些东西 有些信号回来 我就跟他原先原地的孖生兄弟的信号 来做比较 同一时间 如果他没有撞到东西 那不能撞到东西 我就只能跟周围的噪音做比较 由两者之间你就找到一个分别 究竟如果我这对孖生兄弟 有一个出了去 但是有回音 但是一个出了去 完全没有回音 我就去透过比较一下这两个案件 来看看那个信号有什么分别 我就发觉 原来这种这样的装置 是能够多灵敏的 我就会说 其实我会说 就算你不是用这个量子糾纏的现象 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 会不会都用到类似的这些概念 来帮我们去做准确的测量 我会说是有的 不过就不用到量子 那些量子糾纏的技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不是军用的 但是很多时候在那种 叫做测量 尤其是在那些研究地理 他们喜欢用一种 不是叫Radar的东西 而是一种叫Leader的东西 那Leader和Radar的分别在哪里呢 其实Leader就专用到激光来帮我们做搜索的讯号 我们亦是拨讯一下 那个激光讯号反射回来是怎样 然后看看那里有东西还是没有东西 但是如果有些熟悉一些光学的朋友 大家可能会听过 现在很流行 无论在天文观测 在医学里面 你去做一些medical imaging 是很流行用一种方法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做一堆孖生兄弟讯号 然后一个讯号拿出去做探索 然后拨打反弹回来的讯号 再和原先留在原地的 另一个孖生兄弟讯号做比较 这个比较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令它很灵敏地找到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 可以搜索到 大家在这里可能要复杂一点 这些讯号 传统的雷达技术 就是我只有一个讯号 射出去 回来就量度 出去反弹 量度反弹讯号 然后在反弹讯号上 找到那里有东西还是没有东西 传统的雷达就是这样的 无论我刚才说的Leader 和未来的量子雷达 多了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用到孖生兄弟讯号 一个出去找东西 留下另一个 就拿来将外面找到回来的东西做比较 用这种技术 就多了一个这样的比较 和原地孖生兄弟比较的这种这样的技术 你会发觉那个灵敏度大大提升了很多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只能够 你用一些 看看有没有听众本身 中学的时候读过一些 物理学的东西干涉现象 比如说 干涉现象 原来你最后出来的 那个干涉条文 是又光又暗又光又暗 原来就是说 你那个射线圆 那个射线圆 如果他们是 我们叫做同相 coherence 的话 那个射线圆稍微差一点点 你在干涉条文 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所以我简单地说 就算大家不明白这件事也好 但是起码大家记住一件事就是 运用到两个射线来做比较 运用到两个射线来干涉现象来做比较 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探测工具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军事上 能够用到 用两个孙生兄弟的激光 即是说孙生兄弟的激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个大家的上位都一样的 是一起产生的 你去做比较 那就很正 但是实际上你用激光来做雷达就很麻烦 因为激光很集中 你要全天后地掃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只能够做遥远地去测量某一个部分 用一个很长的时间来测量一个很小的范围 激光雷达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如果是要全天后守住的地方 来周围做全天后观察 激光雷达就很不实际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替代了激光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量子糾纏了的这些这样的粒子 这些粒子通常都是一些光子 但是它本身不是激光来的 但是它一产生的时候 就是两个纤结岛的光粒子信号 你要产生它不难的 你要任意地方向去发散地产生它 它也都做得到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应该比较容易地 向任何方向大量产生的光 一些孖生兄弟光 它就没有了激光雷达的一些短处 但是也可以做到全天后各个方向监察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些为什么在现实上这么难做到呢 就是这些孖生兄弟的这些光子 它很容易就会破坏到它那种心灵感应的关系 就是用航头术语讲的就是它的decoherence的问题 就是它的互相纤结的心灵感应的关系 就很容易被干扰了 在一个很短的距离就已经会破坏了 那长途就很难做到的 那你唯一希望能够捕到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很长途的 就是维持到这种这样的 就是划生兄弟的关系 从而令到你可以做到讯号的比较 来去变得到一个很微弱 甚至是隐形截基的讯号 你也能够捕到这样的样子 那暂时是未充得过这种事情 嗯 因为我想刚才陈博士也说的一件事 就是它中间如果有decoherence 一出现 你就破坏了它们的特质 就是entanglement的特质 这也是应用了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说 就是那个通讯上面如何做加密 用quantum 也是其中一个原理来的 但是会不会有些方法可以避一避 例如射上太空再回来的这些东西 那你相对的阻力就会小一点 就是接近真空或者太空的大气上面 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些国家 其实也很积极地研究这些quantum的东西 这里一定要提到的就是 就算你不是用来做雷达 你能够用来做通讯都会很重要 如果你做得通讯的话 你既希望可以做到有线的光纤通讯 但是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软距离的无线电通讯 可以在一个和太空卫星层面沟通 就更加正了 是不是 就是甚至乎你将它拿来 甚至这个雷达是放在太空上的 哇 如果在一个这么太空的距离 都能够实现到 看到这种这样的量子糾纏现现象 那会不会就成为一个 成为量子雷达的一个很好的其中一个踏脚石呢 我会说是的 当然跟现实实际的形容还有距离很远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这很多做的只是科研的这个level 不要说到军事的level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 玩这些这样的量子糾纏的粒子 然后希望能够玩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我在一个越远的距离 都能够越是感应到 越是探测到这个量子糾纏粒子 而且那种心灵感应的现象 继续能够在一个绝缺的距离 澳洲是很锐意做这件事的 另外我知道奥利利 中国大陆 还有美国、英国一定都不缺 玩得这些光学东西和量子东西一定有他们的 而且大家都会看到 无论在民用、民用的通讯、军用的雷达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潜质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是鸭子哗水 正在做这件事 但是暂时在有限的学术资料里看到 就是说有哪个国家已经是最厉害的 是将这些产生量子糾纏光子的 这些仪器放在卫星那里 然后尝试在地面沟通 看看在地面上 能不能够感受到这种量子糾纏现象 中国是有做的 中国在几年前已经射了这个卫星 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和奥地利合作的 可以说中国的官建委教授和奥地利以前的论文师傅 他们一个跨国合作 创的记录就是可以能够 卫星发射出来一个这么远的讯号 都依然在地面上 感应到他们的讯号给出来的量子糾纏现象 我还确认到他们发射出来的那一对妈生兄弟 依然是有那种糾纏存在着的 当然就是说可能很多粒射出来 中间有很多已经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因为其他的干扰 没有了量子糾纏 但是有一些仍然能够被你摘取得到 于是他就有一个潜质就是说 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距离 依然感受到量子糾纏 那会不会下一步就是说 我能够做到在一个比较长的距离 都能够运用到量子糾纏现象 可以够做到一些比较长的微弱信号 那这个就是下一步 但是暂时你会看到没有什么声气 因为始终也是那个老问题 就是量子糾纏现象 就是这样的光量子之间 那种心灵感应现象很容易被破坏 那种凝固性很容易发生 就是我们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你要感受到一个量子现象是很困难 你还要说量子糾纏现象 就是量子糾纏现象 其中一个撞到其他东西再回来 然后再跟他另外一个妈生兄弟做比较 就更加难上加难 所以我只能够很笨统地去总结 就是说量子雷达这件事情 是暂时还停留在一个概念那里 要它变成一个现实上可以测量的一件事 就非常多实务的问题要解决 在实验室的环境 那些东西放得很干净 没有什么干扰 那些信号甚至集中在光纤上 你都很容易去体现到量子糾纏现象 甚至乎用到量子糾纏现象来量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人现在在设计中 用这个微型的量子雷达 就不是作用在军事上 就用来去探测一下人的身体上 有没有一些癌是准备去引发出来的 就是在那个medical image那里 就用这些量子的仪器 就比较实际一些 因为你在实验室环境 那些东西可以做到很漂亮 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雜音可以排除得到 但是你要用到一个这么大的地球尺度 军事上的尺度 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还有多少年要走 我实际上都比不出一个估计 因为其实就是这么说 刚才陈博士说到的重点就是 在于quantum radar 他用了量子糾纏 但是它两个photon 如果不用太多 我少少能够感应到变化 因为它也可以很敏感 而且其实我们俗称就是偷到计算 你偷到鸡 就变成了不需要以往的 最麻烦的 我们说对付隐形战机的麻烦就是 隐形战机的发展是无敌的 上面有涂鸟 以及它的气动外形 设计能够将你那些 雷达的复射源 把它弄走 让它尽量不回到复射源的地方 另外就用了一些吸波涂鸟 即是没有办法反射 即是无可反射 即是机头怎么反射 即是尽力度怎么反射 它就是将它大部分的能量吸收 变成反弹得回来都会很小 小到这个radar 如果要将它成型 变成了估计到 你是什么型号 你是什么速度 是什么距离 可能都可以说 10公里20公里 所以它不是看不到你 而是那个距离 即使你看到你都死了9次 组清 所以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隐形的利害之处 是的 但我这里要补充一点 这是补充一点 你如何去破这个隐形呢? 其中一个就是 不是纯粹因为它很微弱的讯号 都能够取得到 而是说 这个隐形战机 一架这么高速的东西飞行的时候 往往会会产生很多 都加速得很快的一些电子在它周围 就是它不是说你的图料 和你的形状设计问题 在你一架东西这么快飞行的时候 周围流出来的那种信号 这个噴声器噴出来的东西 是 里面有很多是加速得很厉害的一些电子 这些是可以和量子雷达的量子讯号 有相互作用 这个讯号是很弱的 但是用一般雷达是拿不到这种讯号 但是用量子雷达它就可以连这种讯号也拿了 它就是基本上拿回你飞过的 那个流低下来的痕迹 反而是这个令到隐形战机 最容易去暴露自己的行踪 就是让两子雷达暴露自己的行踪 其中一个路径 是的 所以你说那一管是很小的机会 但是如果有一个可能性 那么我们看到CORNORRAIDER 始终破解隐形科技 暂时去看 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途径 当然像陈博士说的 现在也实话未一撇 就是要去发展到实验室 从实验室走到出来 实验室首先要搞得好 走到出来 到做很多验证的时候 可以做到 然后做个原型机的时候 要做到 原型机的时候 要做到之后 将它去量产 又要做到 中间还有很多技术 要处理 所以军事事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再继续观察 即是quantum radar 即是它的发展 一直下去的时候 还会有什么大的发展 或者有其他形式的雷达 或者其他技术去帮忙 但是当然 像陈博士说的 其实quantum 量子这种东西 雷达都只是其中一份的应用 对吧 还有很多其他应用 我们都还可以说 是的 就是你搜集地形 去看看地面上有什么建筑物 这种技术 是很灵敏的 这种技术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 亦都可以用到 我刚才所说的 激光雷达 来帮忙做 那并不是只靠量子雷达 是的 还有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说到量子 应用的其他地方 例如 刚才我们说到 加密通讯那一部分 无论是民用的 军用的 都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 在下面达到加密通讯 就让我们知道 又或者quantum 可以用在武器上 有什么武器 可以应用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记得在下面达到加密通讯 我们可以收到 我们就尽快为大家 做一节 跟大家解说一下 好 那我们就这一节 来到这里 谢谢陈博士 好 我们就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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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